2月10號白宮向國會提交2021年度政府總預算案 是川普在任期內最後一次提交財政預算 他力圖在年底美國大選勝出 續作白宮寶座 預算分配比例 反映出他會來施政的優先事項 在內容曝光後 被認為是分用來討好支持者的政治性預算 美國國防預算連續第四年遞增 幅度0.3% 總額7054億美元 相反的 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及國際救援機構的援助經費 連續第三年遭到刪減 過去幅度三成 這次21%總額441億美元 川普上任三年多來 始終以國家利益為先的競選口號 治理美國 擴大武器投資能讓軍備充足 對抗基於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兩大主要對手國 中國及俄羅斯 同時壯大美國軍工業 兼顧經濟發展 外援不受國內保守派選民歡迎 增加預算 只是徒勞 英國《衛報》認為 美國大選年當前 眾國防清外援的預算分配 充分反映 川普是以尋求連任為一切考量 白宮預算 辦公室代理主任福特 上節目強調 預算是依據國家利益 孰先孰後 調整比例 增額會從其他項目節省 不會產生額外赤字 但批評者認為 美國減少外援 完全是推諷國際責任的表現 認為預算中完全刪除 對伊拉克的援助經費 當伊朗企圖於當地爭奪影響力之際 美國放棄巴格達 勢必增加中東動態 是國際責任的表現 民主黨放話 預算案不可能在眾院過關 他們認為最令人氣得跳腳之處 是川普為守住競選承諾 宣稱新預算案 可在未來十年削減4.6兆美元赤字 維持美國當前3%經濟年增長率 實際上卻是借大坎萬元來實現 同時也靠犧牲美國龐大社福資源 來達成目的 包含學生貸款 醫療優惠 糧食券 房屋補助等 零零總總相互含瓜起來 在預算案中遭刪減的總額 高達2兆美金 再加上環保及教育經費 也遭刪減 共批這份年度預算 行頭摧毀數百萬美國人的生活依賴 是一份十足冷血清單 這個預算是一種誤罪 對美國的工作家人的希望、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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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 它增加了國際貸貸 它必須被拒絕 如果川普總統的共和平台 是一種真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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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如說法官邦羅斯這麼勇敢的說明 川普總統的最新的預算案 是為了破壞美國的核心 此外 川普政府在新年度財政預算中 大幅刪減全球衛生基金 其中給予世衛的援助經費 更是直接砍半 川普宣稱 直接提供給特定國家較有效率 被認為是呼應美國上週的宣布 將以1億美元援助中國 等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預算案是總統與國會談判的起點 在美國兩黨對立僵持的華府現況下 這是一份川普在大選年來臨時 刻意向選民宣讀執政先後的清單 一份穩固個人基本盤的政治性預算